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声音响起,你是刘志贤的老婆吗?她发生车祸,人已经被救护车送去医院了。瞬间,无数个画面蜂拥而至,挤爆了她的大脑。一定是意外,一定是的。何秀慌里慌张地给在成都念大学的女儿刘启文打电话,让她通知在乡下的爷爷奶奶赶紧来医院。 何秀与丈夫刘志贤,是人人称赞的模范夫妻。两人是惊人介绍认识的。当时,刘志贤接她父亲的班,在四川省岁宁市下面一个铁路单位工作。何秀在镇上一家单位上班。 刘志贤工作不错,家里条件尚可,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。两人在亲友们的撮合和祝福下领证结婚。 1999年,何秀生下女儿刘启文。女儿出生后,因单位效益不好,何秀下岗,便在家专职带孩子。 几年后,因工作调动,刘志贤在城里买房,一家三口搬到了城里生活。刘志贤勤恳工作,何秀在家相夫交女。 平日里,夫妻俩同进同出。如今,女儿刘启文考上大学,亲友们无不羡慕何秀嫁得好。 谁能想到,刘志贤突然就出事了。刘志贤的情况很糟糕,到医院后,被直接送到了重症监护室。 医院连下了两道病危通知书,何秀整个人都懵了。医院里,亲友们议论纷纷,听说撞人的那个车是安徽的。 唉,大清早的,六点多钟,路上没啥车,怎么会撞上呢? 听交警说,勘查过现场,也问过那个肇事司机,说是普通的交通事故。 此时的何秀却在大家的议论中敏锐地捕捉到两个信息。 安徽籍的普通客车,车祸发生时间是早上六点四十分,在丈夫上班的必经目端。 那个猜测,在他这里已经是事实了。 看着哭得昏天暗地的公婆,何秀心乱如马。 公婆已是冒蝶之年,却要做好儿子随时离开他们的心理准备。 再看看亲友们,一个个面色悲弃的痛斥,肇势司机。 何秀浑身冰凉,情绪崩溃,忍不住嚎啕大哭。 那天,他趁家人不注意,悄悄离开了医院,来到小城的河边,纵身跳了下去。 幸好被路人发现后,并及时报警,何秀被人救起来后,送回了医院。 警方询问何秀为什么要自杀,何秀哽咽着说, 我丈夫受伤很重,我筹钱不利,没办法救他。 警方再次问询他,你认识肇事司机陈卫林吗? 何秀有气无力地摇头说,不认识。 说着,何秀情绪崩溃,大哭起来。 看见何秀精神状态很差,不宜再询问, 办案拧警就只登记了何秀的个人信息。 很快,何秀因痛恨自己筹钱不利, 无法救助丈夫而跳河自杀的消息在医院传开了。 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纷纷感叹何秀跟刘志贤夫妻情深。 然而,这一切却让穗宁市警方大惑不结。 丈夫还在重症监护室没有脱离危险, 作为妻子,不在医院看护,也没有想办法筹钱救人, 反而跑去自杀,让人感觉有些反常。 随即,办案拧警通过技术手段调查发现, 赵氏司机陈卫林和何秀的身份证, 在2018年1月到车祸发生的这段时间里, 居然在同一时间入住过同一家宾馆。 由此推断,陈卫林与何秀的关系绝对不一般。 接着,办案民警又调出了视频监控, 发现赵氏车辆曾在何秀刘志贤所住小区对面的巷子里长时间停留过。 车祸发生那天,刘志贤骑上电动车出门后, 赵氏车辆曾经尾随过他。 警方判断,这并非简单的交通事故, 很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。 随后,警方对赵氏车辆重新勘查。 在行车记录仪里,警方发现了何秀乘坐赵氏车辆与赵氏司机交谈的音视频材料, 警方决定以涉嫌故意杀人来侦办此案。 当真相渐渐浮出水面时,整个小城再次沸腾。 何秀与陈卫林是在网上认识的。 2017年9月,女儿去外地上大学后,何秀一下子空闲了下来,开始在网上交友聊天。 2017年10月,何秀在一个微信群里认识了在上海上班的安徽小伙陈卫林。 起初,何秀和陈卫林在聊天群里也只是简单的大个话。 慢慢地,何秀发现,陈卫林还挺暖心的,也比较关注她,两人便渐渐熟络起来。 何秀的生活比较单调,她也不爱找人聊天倾诉。 到了虚拟世界,又遇上愿意听她说话的陈卫林,何秀的倾诉欲望便一发不可收。 实际上,何秀的婚姻非常不幸。 恋爱时,何秀与刘志贤爱情甜蜜。 婚后,刚开始何秀也觉得自己过得挺幸福。 然而,婚后第三年,刘志贤开始酗酒。 一旦酒喝多了,刘志贤就像变了个人,骂他打他。 从那时起,他们的婚姻就出现了裂痕。 何秀在家带女儿,有时孩子不听话,不吃饭,或者哭闹,刘志贤就非常恼火,会对女儿大吼。 何秀告诉丈夫,孩子不听话就好好教育,你吼他干什么呢? 刘志贤听了,就当着孩子的面,拿刀伤害何秀。 而且,刘志贤的疑心也比较重,不喜欢何秀总是出门,更看不得他跟异性讲话。 何秀稍不顺他意,刘志贤就会发脾气,冷暴力。 丈夫的失控,让何秀感到窒息。 起初,他还能体谅丈夫,一家人就靠他不太高的薪水生活,他压力大。 女儿上学后,何秀出去找了工作,想减轻丈夫的压力,刘志贤却要求他辞职。 何秀不同意,坚持去上班。 没几天,刘志贤就跑到何秀的公司大闹,搅黄了他的工作。 这样的事儿,发生了好几次。 何秀发现,女儿的性格有些自卑内向。 他担心畸形的家庭环境会影响女儿的成长,便鼓起勇气向刘志贤提出离婚。 刘志贤冲进厨房拿刀架到何秀的脖子上,威胁道,你要是离婚,我就杀了你,然后去找你的家人。 此后,他再也没提过离婚。 冷暴力,家暴,甚至威胁,实在是太难堪。 何秀从不往外说,他不想年迈的父亲和生病的母亲担惊受怕。 何秀的遭遇,女儿刘启文都看在眼里。 因此,对于父亲,刘启文也显得有些疏离。 和陈卫玲相识后,每每提到婚姻的不幸,何秀都气不成声,陈卫玲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慰。 陈卫玲的安慰,让何秀压抑的情绪找到了出口,两人从网友变成无话不谈的朋友。 往来中,陈卫玲觉得何秀是个温柔体贴的好女人,留置闲身,在福中不知福。 常年在外漂泊的陈卫玲,渴望有个温暖的家。 2017年底的一天,陈卫玲向何秀表白,何秀吓了一跳,立即拒绝,不可能,我比你大16岁,而且我永远都不可能离婚。 陈卫玲却坚定地告诉何秀,年龄差距我不在乎,这个问题不能阻止我爱你。 虽然何秀他一再拒绝陈卫玲,但陈卫玲很执着,对他展开疯狂追求,何秀有些动摇了。 2017年12月,陈卫玲从上海开车来穗宁与何秀见面。 这次见面向老友重逢,聊天,逛街,都非常自然。 见到何秀本人后,陈卫玲确认他很适合自己。 2018年年初,陈卫玲再次从上海来到穗宁,向何秀表明决心,你离婚吧,我想娶你。 在陈卫玲几次三番表明心意后,何秀终于扛不住,大哭起来,我也想离,可我根本不敢提离婚啊。 此前,何秀觉得难堪,没跟陈卫玲提过丈夫迟到威胁,他不敢提离婚一事。 这次,他哭着将所有的事都和盘拓出。何秀的遭遇,激发了陈卫玲的保护欲。 回上海后,陈卫玲每天都为何秀担心,怕他被刘志贤伤害。 2018年2月27日,陈卫玲再次来了穗宁。 2月28日晚,陈卫玲与何秀见面,陈卫玲再次劝何秀离婚,跟他结婚。 陈卫玲知道何秀心里的顾虑,他也怕何秀和家人被刘志贤伤害。 于是,他想了个计策,制造车祸,撞伤刘志贤,这样何秀提离婚,他就没能力伤害她。 于是,陈卫玲故意问何秀,你老公在哪里上班啊,平时上班是开车还是坐公交啊? 老听你讲他的事,我都有些好奇了。 此时的何秀并未意识到不对劲,一一做了回复。 过了一会儿,何秀隐隐觉得不对劲,就问他,你要干什么,可千万别但傻事啊。 陈卫玲本就没有害死刘志贤的心思,轻松一笑,说,你看你,你在乱想什么呢? 2018年3月1日,清晨六十许,陈卫玲驾车来到何秀的小区外蹲守。 很快,他看到一名中年男子骑着一辆驾着红色棚子的电动车出门,电驾车尾随到火车站,陈卫玲觉得这个男人应该就是刘志贤。 之后,陈卫玲又打电话向何秀确认,你老公是不是骑一辆带红色棚子的电动车呀。 此时的何秀意识到不对劲,连忙否认。 而何秀的举动,让陈卫玲坚信自己没有看错他,并坚定了要解救何秀的决心。 2018年3月2日,清晨六十许,陈卫玲驾车来到何秀家的小区外蹲守刘志贤。 六十四十分许,见刘志贤骑电动车出门后,陈卫玲驱车尾随。 行驶至一个路口时,陈卫玲加速撞向刘志贤。 刘志贤倒地后,陈卫玲停车报警并叫了救护车。 交警赶来时,他谎称刹车不及时将电动车撞倒。 随后又跟医生一起将刘志贤送到医院去救治。 到了医院,陈卫玲才知道刘志贤伤得有多重。 最终,陈卫玲扛不住心里的煎熬,于2018年3月4日投案自首。 2018年3月10日,刘志贤因努脑损伤,救治无效死亡。 得知真相,刘志贤的父母亲崩溃了。 我们没听说他们感情不好,没听说他们闹离婚,儿子小区的人都说他们夫妻感情挺好。 亲友们也表示,婚姻不幸,何秀可以选择离婚。 他们甚至怀疑,何秀是案件的策划者。 虽然何秀一再解释,他并不知陈卫玲的计划更没参与其中。 然而,没人相信他的话。 警方深入调查后,发现并无明确证据表明何秀参与该案。 3月15日,陈卫玲已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被批捕。 2018年11月,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决陈卫玲无期徒刑。 何秀知道陈卫玲有伤害丈夫的倾向,但他没有引起重视,没有及时预警,导致丈夫身亡。 何秀不仅重判亲离,在心理上也给自己判了终身监禁。 然而,风波并未就此平息。 刘志贤去世后,留下6.5万元养老保险金,20万元住房公积金和一套房,评估价为50万。 考虑到刘启文还在上学,公婆和何秀双方协商,一致同意将房子留给刘启文,只对养老保险和公积金进行遗产分配。 其中刘启文占40%,刘志贤母亲占30%,剩下30%,公公考虑儿媳没有工作,便同一两人各占15%,何秀本就无言面对公婆,在情理上,她觉得不该继承丈夫的遗产。 但左右一想,女儿还小,将来买房,结婚都需要钱。 思虑再三,何秀参与了遗产分配,双方签署了遗产分配协议并做了公证。 这起轰动意识的案子终于尘埃落定,此时的何秀背负着精神枷锁,只想静静躲在角落,守着女儿成人。 2019年2月,何秀和女儿被公婆告上法庭。 原来,公公收到何秀打过来的两笔钱,一笔是6万多的养老保险金,一笔是4.5万元,来自刘志贤的住房公积金。 老两口一问才知道,住房公积金只有50%拿出来作为遗产分配,余下50%是何秀的夫妻共有财产。 当初拟定的财产分配协议,双方在理解上产生了偏差。 晚年丧子的老人愤怒了,他们不信儿子有家暴行为,而且何秀出轨导致儿子被害,有过错,不该有遗产继承权。 于是,刘夫愤怒之下,告了何秀和孙女。 其实,自从案发后,何秀一直生活在自责与愧疚中。 提起这件事,何秀就以泪洗面。 但公婆认为,她被家暴是谎话,还要否认她的继承权。 无奈之下,她只能找律师来帮忙处理。 是我害了我老公,我做错了,我不想因为财产的问题跟公公婆婆闹僵,更不想跟他们对不公堂,毕竟是一家人。 何秀希望律师能从中帮忙调解,她愿意做出让步。 在这次财产纠纷中,刘启文也承受了很多压力。 他告诉亲友和律师,母亲这些年遭遇的冷漠和伤害,以至于她对父亲在感情上比较淡。 依据继承法和民法典的相关规定,何秀虽有过错,但她没参与谋害丈夫刘志贤的犯罪行为,不能剥夺她的继承权。 2019年4月,在当地法院的调解下,刘志贤父母与何秀达成和解,对养老保险金、住房公积金以及住房进行了重新分配。 生活终于再次平息下来。 只是,丈夫的死亡,陈卫林的无期徒刑,结成了一座坚实的塔,永远将何秀困在其中,不得解脱。 我不杀伯仁,伯仁却因我而死。 本案中,在情理和道义上,原本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何秀,这一辈子都会活在复旧之中。 事实上,遇到家暴,我们可以向亲友和警方求助,更应该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。 而一边在生活中粉饰太平,一边在网上倾诉痛苦,企图用不伦情感来做补偿或者避难所,只会雪上加霜,让事情无法挽回。 所以,悲剧的发生,也就无法避免。 我是小燕,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,咱们下期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